今天我们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话题 前列腺癌 前列腺是蓝性生殖系统非常重要的器官 在我们健康中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是它也有风险 其中之一就是前列腺癌 大家可能不知道 每年美国大约有20万人被诊断为前列腺癌 那么哪些人更容易得前列腺癌 前列腺癌有什么样的早期症状 它的诊断过程又是怎么样的 有什么样的治疗选项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深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不管是为了您和您的家人 今天的视频都会给您提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 欢迎来到思维健康 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 让我们一起管好它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前列腺癌有什么样的早期表现 它的最早期的表现就是没有表现 这就很麻烦 所以有的人不知不觉的就得了前列腺癌 一直到前列腺癌发展到比较严重的时候 他才感觉到他的症状 那么前列腺癌早期的症状还有哪些呢 首先就是小便困难或者小便无力 另外就是小便的时候会有疼痛稍受感 料液和精液里面会有血丝或者血色 再严重的话 它可能会出现盆部 跨关节 腰疼痛 当然了 它还会出现性功能方面的障碍 当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 你就要去看医生 虽然这些症状不一定都是前列腺癌 前列腺肿大 前列腺炎都会有这些症状 但是呢 你一定要去检查一下 那么医生会给你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他首先会做一个钢质检查 看看前列腺有没有肿大 有没有硬结 有没有包块等等 除此之外呢 还会给你做个血液检查 查一下PSA 也就是前列腺的一个特异性的抗原 它是一个特殊的蛋白质 前列腺癌的时候呢 在血液里面 它会飙升 如果升得很快的话 那么前列腺癌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但是要说一下 纯粹的PSA身高 并不能够作为前列腺癌的诊断标准 它一定要进一步的进行影像学检查 像CT和核磁工征啊 最重要的是要做一个活检 才能够确定 它是不是前列腺癌 如果一旦确定是前列腺癌的话 那么下一步呢 就是看它的严重程度 这里面有个叫做 格里森分级的量表 从2到10 这个分级啊 也主要是从它的扩散的严重程度来说的 这个癌细胞是局限于前列腺呢 还是扩散到周围的器官组织和淋巴系统等等 一旦确定严重程度的话 那么治疗方案呢 也就相应的出来了 有的是在很早期发展的很慢 可以观察 有的呢 就可以做放疗 有的可以做化疗 有的可以做手术 有的可以做免疫治疗 选择哪一种治疗方法呢 都是根据你个体的情况和医生呢 一起商量来决定 那么哪些人比较容易得前列腺癌呢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遗传因素 如果你有家族史 家里有人得过前列腺癌 那么你得前列腺癌的风险呢 就比一般人要高很多 同时呢 就是年龄的因素啊 50岁以上的人风险就会增加很多 那么80岁的人几乎人人都有前列腺癌 只不过呢 有的不严重 一辈子呢 都没给你造成太严重的伤害 所以呢 也就没有去管它 另外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啊 抽烟喝酒啊 不良的性行为 都会增加前列腺癌的风险 各个种族的人呢 都会得前列腺癌 但是黑人呢 相对要多一些 不管怎么样嘛 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前列腺 保护好自己的健康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及早发现 及早治疗 现在的治疗手段呢 即便是比较严重的 晚期的前列腺癌 它的预后呢 都还是不错的 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 体验和高见呢 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也请转发点赞和订阅 断力世界守护健康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